15日下午高女子58公斤级举重赛事 由高雄文山高中江念心以总和为160公斤夺金 首次参加高中女子组的赛事 江念心认为此次表现不胜离 这次的成绩不是很好啊 动作 停举的动作不是很好 希望能够更好 刚从无知别克市清澳资格赛反台的江念心 虽然赶上下午最后一场比赛 但因承受长途旅程的折腾 并没有发挥权力成绩不如预期 是坐昨天晚上的飞机 今天中午到 到的时候就赶快赶来这边参加比赛 坐飞机就有点累啊 就感觉没有调整好 所以就降下来 而另一场赛事 高南组62公斤级 新北市安康高中罗昆煌 在竞争激烈的战况下 杀出一条血路 以15公斤之差 总和240公斤 勇夺金牌 15日高中组第一天比赛 古三高中便拿下二金二银 剔效增添不少光彩 记者谢长如 张伟山 李绝璇 严如玉 宜兰报导 一比赛 是 杀出一条血路